兄弟们 今天我不抓了 我摊牌了 其实我不仅是个野王 我还是个法王 今天我将用上次这个 灵干7开局的 卫国雕 挽回一下我上次丢失的颜面 一个优秀的法王 他的内心一定藏着一个优秀的野王 清掉他们的杀狼 看小地图 他们还在跟我的队友们纠缠 那么就继续清掉他们的红buff 诶 来了 不欢 落花一开 点尾瞬间变点尾 坐下 拿走红buff 吓唬一下这个后衣 诶 火舞来了 下一时用二技能瞬间躲开他的控制 回套一套防打 并利用红buff结束 坐下 烧完兵线直接来支援一波 点尾 二技能追杀 一技能封走位 可以看到 此刻的点尾被我方的举止抓住 必死无疑 所以我这里直接将目标切换成后衣 开大 进他一套秒 优秀 这里我们继续烧到点尾 正好那另外也来了 直接强行一波拿下点尾人头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 这些我不仅来了 我还带了两个队友一起来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直接强行留下点尾 不欢 在我的大招内 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Mesh啊 继续追 雷用装甲柱的墙 二技能直接拉近 落花一开 可以啊 跑了 这里我们的大招马枪就刷新了 等一等 来 火舞在边上 他在故意引诱我 但这对我中路法王来说 一打二 那就是家常变方 跑 一套秒 问题不大 继续追击火舞 小猴子挺能跑 暂且翻了一条生路 这个猪鹿的线稍微长 发育很重要 哎呦 下一时反应 二技能躲开赵云大招 哈哈 大招没命住我 那你就得被我死命打了 来 在我的大招里 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问题不大 直接强行带走赵云 继续入侵野区 火舞荒 盘古的脚线对我们根本没有用 果断开大 直接强行将他留下 啊 这点尾追过来了 他一定恨死我了 火舞荒 拿捏好时机 二技能瞄走点尾大招 回头直接开大打一波 落花开启 你就是个弟弟 莫欢 连一打二都撞不到 还敢撑什么法王 全都给我坐下 哦 优秀啊 啊 我能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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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配 我不配